记着 待会儿要装得足够可怜 放心吧 大哥 主任 先来的沈天坚持就是混蛋 莫名其妙就帮我打了一顿 你一定要为我们做主啊 不留邪证人的法子要多少有多少 事不宜迟 咱仨今天就去找沈天的妈妈 你们也来了 我正忘你们录音呢 你们三个给我解释解释 教 教导主任 我 我们弄错了 沈 沈天没有打我们 你们三个留下 把你们假装被打 陷害沈天同学的事情给我说清楚 嗯 不错不错 好爽 好爽 沈天同学 我们三个错也认了 钱也赔了 能不能原谅我们 急什么 教导主任说了 你们想要消掉警告处分 需要我的原谅 放心 我这人好说话 只要你们多展现下诚意 沈天同学 能打扰一下吗 我在这里 先代表其他同学向你道歉 哈 道歉 哎 这人是谁啊 之前在班上都没见过呀 他叫张超越 是我们班排名第一的同学 学校特批了班级前三 可也不用每天来上课 沈天同学你没见过他也很正常 啊 我已经和班上的同学交流过了 他们也明白了 对新同学恶作剧是不对的 嗯 不知为什么 感觉这家伙是我最不想接触的类型啊 呵呵呵 张大哥 你就是了我们的大ッグ以后啊 还有他们三个 既然大家都是同学 他们认错态度那么诚恳 你就别再欺负他们了 嗯 嗯嗯嗯嗯嗯 行行行,我原谅他们了 这家伙绝对是烂好人类型 我可不想跟他扯上关系 大家好好练习 备战这个周末的月考 只要能进入班级前三 就能拿到小环丹作为奖励 是小环丹哪 比气血丹还要高级的丹药 我现在缺的就是这种 能瞬间大量补充气血的东西 看来值得拼一拼排名了 不过只靠军体权应该没啥希望 估计得 哟,这不是沈哥吗 别来无恙啊 听说我那三个小弟和沈哥有些误会 有何贵干 这家伙是 朱家宁 这次是个标准的墙头草 当年贵田我 沈浩天发达之后 立马就转投贵田沈浩天 听说你的军体权已经大成 我刚好有一些不懂的地方 能不能 请你指教一番 对了,那边的擂台刚好空了 小老弟有兴致啊 就怕我学艺不经耽误了你 对了 这个朱家宁已经练几义虫了 说自己不懂军体权 骗鬼呢 张超越同学 沈浅同学 这位朱同学说 他对于军体权有几处不懂的地方 想向人请教 有什么不懂 尽管问我 大家都是同学 就该互相帮助嘛 被这家伙逃了呀 继续待在学校里 肯定还会被朱家宁借机找麻烦 这几天干脆请假 先想办法提升实力 面对月考 什么 你要请几天假 老师 我是真的身体不舒服 必须得休息两天 之前看你那么认真地 写完了理论作业 很多地方的见解都挺不错的 还以为你小子喜行革命了 请假可以 作业还是得写 要是乱写 当心你的学分 啥 意思是吴倩那小妮子 带笔不是随便写 还写出了点门大 吴倩 吴倩 还在睡吗 你这小妮子 真该感谢我不是黑心包工头 不然现在就得喊你起来端茶送水 这是沈浅回来了呀 他人呢 他居然这么晚了还在练舞 他练的是这门音学手 但是 为什么他的招式 看起来有点怪 资金大佬 每周六十点更新意境 请不吝点赞 订阅